南方的秋天开始凉了 早期也就十几二十度的样子 还是穿件小外套吧 好不容易终于盼蓝的秋天 因为喜欢才更加珍惜 才更想把秋天温柔的日子过得更慢一点 准备工作了 有没有跟学姐一样 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听悲伤情歌的 安排上 陪学姐一起来处理一下剩余的任务吧 昨晚睡得早 拍摄完满客厅的东西真是不忍吃饰呀 学姐来变魔术秒变精致 再换上些有秋冬氛围的小摆件和植物 感觉比原来更好看了 换季不整理衣橱的话 真的是找不到衣服穿 说干就干 来看看换季衣橱整理断舌离吧 学姐很忠实旧衣服的保养 一年后再穿还是清新的 整理出去年的衣服 准备清洗一下 衣帽间里香香的 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 最近爱用好爸爸的樱花洗衣液 是有一次在超市里被香味种草的 没有香精的味道 反而是那种真实的樱花味 那种天然的甜甜的 樱花荔枝茉莉味 又带一点冷烈的木枝香 清洁力清澈还是不错的 人家是立白集团旗下 专为有孩家庭研制的高端品牌 你们看这洁净配方 和欧洲有机标准双重洁净因子 宝宝小裙子上的成年物质 你们涂一点上去 柔柔再冲冲就能洗得干干净净 而且成分也很安全 没有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剂 还添加了Pro CPI固采因子 以前都会把深浅衣服分开洗 过程很繁琐 现在用它损色效果很赞 一起洗都不用担心穿色 还不上衣服 我们全家人的衣服都可以一起洗啦 添加了云感绵柔修复因子 洗完的衣服蓬蓬松松的 摸起来好舒服 质感拉满 你们能看出这件衣服 是学姐几年前买的吗 再一次被味道治愈 学姐真的太喜欢了 大家可以耗牙毛哦 到橘色软件搜索好爸爸樱花洗衣液 双十一大素 记得拍三套最划算 蹲波波间还有活动哟 学姐继续整理啦 下期见家人们